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龙 代表一家之主 龙 代表一国之尊 龙 代表一个领导人应该具备的风范 应该具备的人识 龙很难捉摸 捉摸不定 他本身就透露出尊贵的气息 中国人的秩序是龙的民族 龙的传人 黄帝 历长历代黄帝都认为自己是真龙天子 以身为龙 跟龙有关系 为龙 上属皇帝 下大什么 平民百姓 中国人 就是结龙总 我们以前有首歌 我忘了叫怨家汉家了 就是结龙总的这种概念 怨家 汉家 我记得我们早期我们有学长外派到滇滇滇滇去 很多人都娶了当地的太太 结了龙总 生了小孩回来 一样够的幸福美满 而且在最尖율的地区 人性都会放弹 在那个地区 交的朋友都是患难之交 就是生死之交 患难不过 在当地娶了老婆 回到台湾之后 我看到大家都是非常珍惜 包括我认识的孙哥 退出多年了 本身也有相当的年纪 但进生意义 到哪里带着自己的老婆 我讲的老婆是原配 这是幸福原配 小儿大 该忙碌的也都忙碌过了之后 剩余的时间 就感觉到这种革命情感 这一种升华的表现 我们讲的结农总讲 他在过年 当过年 介绍一条 龙 什么年代呢 永乐 明永乐清花 龙穿禅字连 天球瓶 天球瓶正是算大件的瓷器 大天球瓶 因为摆在我们 释迦摩尼大佛旁边 所以它显得小一点 像它是瓷器之大者 瓷器之尊者 每一次台北故宫 只要办明珠庆花之战 必然龙穆天球瓶 是南八万 永远都是最受到瞩目的 尤其台北故宫的内建 同样的纹是龙穿连人 它的面相不一样 它跟这个是一对 你不要以为我开玩笑 有可能是真的 一对 它的面是朝左 你看现在多半 现在有个天球瓶 一支都很难求 一球一对那也难 多半都向左看 向右看的比较少 向右看的比较少 这就是一对 跟故宫最受欢迎的那件天球瓶 他要是说什么 相左砍弃 我们就是什么 相右砍弃 这个厉害吧 这也是刘大师早期收的 而人家没有注意到 这面相问题 我也不看出 因为我多年前 我就在研究这个青花纸 也就 故宫 故宫文物月刊 我想读了一百多本 不是随便翻一翻 不是在书店随便翻一翻 我拥有一整套 后来就是残缺了 后来就不全 为什么 被白饮住 我特别为了在书店 就除 花了好几万 去除白饮 可恶 白饮很奇怪 你没有看过的书 它还不太住 你越是喜欢的书 常常翻的书 可能是有人气 他妈说住得更凶 所以我要查的那个资料 我曾经标记过的一些东西 住在那个 查不人 所以没关系 一切随缘 它可能是让进阶更提升了 过去是就不要再看未来 再往好书写 我们大过年 不要提一些不愉快 提一些愉快 这就是这种龙文 这个龙啊 在永乐的瓷器上 这个龙文 尤其在天穷林上的这种青花纹 就代表永乐彭丽 他本身就是郑龙天子 盘踞在整个大中华锦旧河山上的一条巨链 郑龙天子 所以他早年 征伐蒙古的时候 御驾亲身 他穿了红色的铠甲 他参风露书啊 一觉醒来 身上被什么 爱白雪 堆积在他身上 成了一个什么 天然的一个龙子 天雕的一个白龙文 所以说 红又白龙文 是永乐 早期 跟这个传说有绝对的关系 也跟姚光相 送他一点白帽子 而最后衍生了 有这个王 变成皇帝 发动了禁难 发动禁难 算成功了 他一直怕被世人 或者被后人所误解 所以 他才是真龙天子 这个故事 在军中 传开来 比如说 我现在讲的这种 所谓大内宣 也或许是 也或许是事实 事实是事实 但是在经过大内宣 同样的 他太太人那本经书 他太太那本经书 十八个字最长的名字 是历来最长名字的经书 就是什么 永乐皇帝 那太太 也就跟所谓的 郑权神兽 军权神兽的思想 也就是懂顾他的 禁难之一的 夺得皇位的这种核化性 武的由他在战场上的红色的战场 下雪叫做真龙天子 对几个百龙 他太太的部分呢 就在皇宫内阅里面 白天假妹的时候 梦到了 哎呀菩萨 关于菩萨 传授他经书 传授他佛学 所以他这个名称就是叫做 大明人孝皇后 梦感佛书 第一稀有大功德经 有的这第一稀有大功德经 再加上 有的在战场上 在蒙古高原上 白龙文的传说 两下呼吁 真龙天子 所以天球兵就代表他的这个真龙天子 大中华地区 而且他这个 他不但把大中华的这个龙扮演了 而且在地缘之子 所谓的一带一路 所谓的海上丝组之路 派了正 把周边三十多个国家 都受兵 这不得不配 文的方面也有永乐大典 永乐大典是开 这个大典 那个大不同的书 开 开这个风气之先 才有了后来的 是什么 二世故悬书 这是代表永乐的四国 在自己国家的上 政治军事上的表现 在地缘政治 国际级的领袖的表现 一直到文学上的表现 针对在瓷器 在文化上的表现 所以就有代表性 就有代表性 像天空 讲到这里 各位照一照 各位照一照 我就说 这种青花 这种青花石 要在白色的灯光 只要看得比较好看 我现在因为今天光线不够 我开了 我这边只有黄色的灯光 但是让各位 总是展现出来 我们工作室的表现 跟住家的表现有所不同 你看我住家 我的说法 跟我的展现出来的那个味道 跟那个气势 跟我在工作室上的表现 就有所不同 这也是 我们观察事情 有时候要有很多角度 有时候从不同角度 去出发 或者去做思考 我们同一件事情 我们也可以从不同角度去解决它 从不同的角度去什么 去欣赏它 我们所得到的 这种效果 所得到 我们对它的深刻理解 会有所谓 会多一分的启发 会多一分的启发 今天盘踞了那条 象征了冷乐大地 朱地 盘踞了中华大地 这么一条巨龙 我们今天就给各位展现 到这里 我继续还要再讲 谢谢各位